又有人来领养小猫了 这一我小猫一共有5只 这个小姑娘之前多次联系过我 让我来绑架小奶猫 因为前段时间太忙 一直没有抽出时间 小姑娘非常的凶猛 就自己突出抓了三只 还领养出去了 就那边有个高凳子 我站在这 她过来吃饭 在这里 我绑架在这购买 干了这么久 抓了几十个小奶猫 也没有这么生猛过 最后两只她抓不到 然后我们就来了 咱们直接下笼子 这个小梨花看到吃的就过来了 在旁边睡觉的小起司也过来了 不知道这两只哪个会比较幸运 两只小猫围着笼子转了半天 也没有进去 最后这个小起司终于进笼子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发动了汽车 惊动了小起司 小起司又从笼子里面退了出来 真的是太郁闷了 最后小梨花围着笼子绕了一圈 进笼子了 可能小猫的圈子就这么大 应该听说过这个笼子怎么用 小梨花竟然也知道不踩机关 只吃笼子里面的肉 都快把笼子里面的肉吃完了 也没有抓到它 无疾之下 孔老师想用一个木棍 挥一下机关 把小梨花抓到 刚一露头就惊到了小梨花 小梨花乱了方寸 踩到了机关 被抓到了 这个小梨花是真的厉害 林老师把它放到航空箱的时候 差点被小梨花跑了 还让小梨花隔着手套咬了一口 这要不是仔细看 还真看不到伤口 所以给小梨花取名叫咬不破 刚抓到了咬不破 就在这个时候 不早也不晚 他妈妈来了 可能是他妈妈也听到了市场上的传言 一个孩子可以换一个猫条吃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抓到了 也不动 既然他这么喜欢这里 就给他取名叫舒岔子吧 为了抓到他 我们把他的兄弟放在笼子边 想把他吸引过来 可是舒岔子就是不进笼子 真是个没有猫头的猫 他自己的兄弟都被抓起来了 竟然还不舍生取一救兄弟 真是个缺的猫 我们从白天等到了晚上 也没有抓到舒岔子 真的是太令我生气了 必须在这个小区摘个蛋 才能结我心头之恨 临走的时候 正好在小区碰到了一只性格温顺的小猫 然后就被我骗进了航空箱 被我拆了蛋 无缘无故的丢了蛋 咱们就叫他丢蛋猫吧 丢蛋猫现在医院里面恢复心体 等一号心体再找领养 两天后小姑娘告诉我 舒岔子招到了 这个舒岔子 这个颜值真的是个漂亮的舒岔子 从此以后舒岔子和咬不破 正式结束了流浪生活 而丢蛋猫小梨花 从此以后开启了没有蛋的新生活